請大家常在請務一請請大家請不自禁後的手上手邊的影表 那我們這一個講座呢 請讓我們君老師為我們講解 感應後實戰最重要的表演講 三萬一君老師 大家好 那個... 昨天有點人太多了 嚇到了 大家有沒有走錯啊 其實草老師的在國際他比較精彩 呵呵呵 真的 第一行會比較想睡覺 今天國際比較多 好 那今天呢 我會跟大家介紹的部分分幾個 第一個會是先跟各位介紹一下GraphQL 那第二個我們會看一下說 就是在實務上 實務上有在運用的Github他們的做法是什麼 那接下來呢 會稍微做一點比較分析 然後呢還有GraphQL的部分 然後呢還有GraphQL的部分 好 那開始介紹之前我想先做一個調查 有聽過GraphQL的聽說 那有用過的 那有用過的 實務上可以用的有機會 好 那你們都是用Tanel的 Tanel的 好 那什麼是GraphQL 其實GraphQL是 從2015年 由Facebook他正式推出來 Open Source 一個 一個新的API的創架 一個新的API的規範 這樣子 那他其實呢 在2015年之前呢 Facebook他本身就已經在應用了 他本身內部就已經在應用了 那 那QL是什麼意思 QL其實呢 代表的是Fairy Language Fairy Language 到底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那 他的一個優勢 為什麼Facebook要推他 他的其中一個優勢 是因為他們有Facebook 有App和Web 那他們要的所有的欄位呢 會有列為一個不同 所以說呢 他們推出了這一個方向呢 直接讓可耐官 可耐官的話 就是指App和Web 他們直接 可以直接來自己決定說 自己要什麼樣的Response 自己要決定自己要什麼樣的Response 好 好 現在各位可以看到 在各位的 左手邊 各位的左手邊這邊呢 是我們定義出來的Schema 這邊是我們定義出來的Schema 那可以看到的是說呢 我們會用一個Human 我們會拿一個Human 然後呢 括號裡面代表的是你要帶的參數 括號裡面代表的是參數 那我要帶的是一個ID 那他是1002這個ID 然後裡面呢 是代表的是他的欄位 我要拿到什麼樣的欄位 我這一個 我這一個Human 這一個物件 我要拿到什麼欄位 我有Name 有Acredit 然後呢 還有Starship 裡面的Name 那右邊 右邊是實際上 我們Query回來 我們API response回來 拿到的資料 右邊是我們實際上拿到的資料 各位可以看到說 就是我們左邊 Hurry出去 右邊的欄位實際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可以帶來 這個會有一些好處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仔細的探討大家一下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Github怎麼用 Github它有提供了一個OpenAPI的文件 然後我們可以直接去使用它 這一個網站進來 這一個網站進來以後呢 我們可以去看 那我們直接看 就是Endpoint 這邊 它有告訴你說 我們就一定要用Token 那大家如果都有 大家應該都有Github 那Github 我們在裡面 可以自己去產生自己的Token 自己的Token 加上去在OSNagation的地方 就可以直接來打API了 那我們來實作試試看 這邊是Github的GraphQL endpoint 那我這邊的BODY呢 我打了一個 我打了一個 我們要打REPARTORY 然後呢 Owner是 那個OPP 然後Name是HelloWall 這個是過濾條件 大家記得 這邊是過濾條件 那下面 下面一樣是過濾條件 我們按下Send 那這個是 那個Postman 有直接提供的一個 GraphQL的快速的功能 那我們可以往下看一下 哇 我這邊跑掉了 先把我們拿一下 再多三立 那 OK 我們可以開 哦 現在 這邊是它的範例 剛剛我們那邊在測試的時候有一些東西跑掉 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拿回來的資料就是 根據我的條件所出來的內容 然後資料結構也跟我預期的並不一樣 那我在這邊呢 直接再多打一個欄位名稱 這個是我的一個欄位名稱 我按下send 你可以看到說在這邊 就會多出了一個欄位名稱 這個就是由前端 無教端自己自主的定義 自己去定義說你到底要的schema是什麼 這一個是github的範例 那當然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這個 官方這邊的文件 其實它還蠻多欄位可以使用的 它蠻多欄位可以使用的 好 繼續 好 那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居民 我現在任職在SNESC 那我們公司的話呢 是在做教育的系統 那就是可以讓學生在上面問問題 然後呢 後面也可以由老師來做接答 那這個目前呢 我們提供的服務呢 是從國中一路到大學都有 如果說你身邊有朋友 有對這個功能有興趣的 或是這個服務有興趣的 其實可以介紹他們來應用用看 好 那接著我們來談一點比較的分析 那我這邊比較的分析呢 會是 等一下呢 會是跟我們常見的 Resport API來做比較 那在這邊之前呢 我先做一個簡單的案例分享 大家應該有看過Facebook嘛 對不對 大家都有可能用Facebook 那Web和App 我們可以明確看到的差異是什麼 App 一開起來 直接是貼文列表 那Web 開起來的話呢 是列表加上社團清單 你可以來看一下 左邊這邊是社團清單 這裡面呢 是那個口文的列表 對不對 那這兩個 我們如果在傳統的 API 的模式的話 我們會怎麼做 我們是不是貼文列表 會直接先開一個API出來 我們會直接開這一支API 然後呢 第二支API是什麼 ForWave 這種社團清單 我們會單獨再開一支 那我們這樣子就會開兩支 以Web來講 我在第一時間 一進來畫面的時候 我要打兩支Request 那以Graph Viewer來講的話 其實呢 我現在只要打一支 而且呢 我可以直接定義我的內容 就是我要貼文列表和社團清單 兩個一起在同一包Response回來 這可以減低我們的Response time 那當然你說會不會減低你的Response time 這是不一定的 這是不一定的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探討一下這個是為什麼 好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那大家都有寫過Response API 或者是一般的 API 2 已經是Response 那我們的 Endpoint 一定是根據你的支數來決定 你到底有多少 Feature 你基本上就是有多少的 Endpoint 對不對 那Graph Viewer它就只有固定一個 它只有固定一個 Endpoint 進去了 然後根據你傳的參數來決定 你到底要拿什麼樣的資料回來 那 Schema 的話呢 Schema 的話呢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Schema 就是我要拿什麼樣的Response回來 那 Graph Viewer是有可能來自己決定 那一般的 API 我們就是 譬如說我 User一次開十個欄位出來 我就是一次拿十個 我不管你要不要 你就是拿十個 但是我們可能在這個畫面上 我們可能只拿兩個欄位 對不對 那這個你可能會造成無謂的浪費 造成無謂的浪費 雖然說現在的那個欄位應該資料量不大 但是呢 你如果說 你要的一個 API 裡面只 你可能只要一個欄位 可是它做了十幾二十個 不然你會覺得說 很容易 對 然後呢 版本控制 大家不知道會不會用 v1,v2,v3 這種東西來做一個 Endpoint 的版本控制 有用的人舉手一下 應該蠻多人的 對 這邊的話 我自己也是用 v1,v2,v3來做版本控制 直接讓可奈 就跟他說 欸 我這個版本 改的 User 譬如說 User我改的比較多 那你改用 v2 那我接著下一版 我再改v3 但是呢 如果說是 GraphQL的話呢 並沒有 並不用做這樣的事情 後端不用特別的跟前端講說 我要特別的升那個卡 在你的 Endpoint 上面 是由你的自己來決定說 你到底內容要是什麼 由你自己來決定 好 那聽到現在 大家應該可以一直聽到說 我一直在講 它的好處之一 就是說 我的 schema 是有前端自己拼的 schema 是有前端自己拼的 那 如果說呢 你本身有在寫前端的話 這對你有一個好處 這對你本身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呢 你不用再等後端 把 API 開出來 然後呢 再跟你講 Endpoint 然後呢 你串接上去以後 你會發現說 欸 當初講好的 那個 schema 完全不一樣 你會心裡按幹標 然後呢 接著就跑去找後 我們彈出不是彈 彈了三四個欄位嗎 怎麼欄位名稱全部不同 那你就不用有這種問題 前端來講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那是他 已經看到的 他這 query 下去的時候 他就已經看到那個 schema 他就已經知道 那個 response 是什麼 好 然後 第二點呢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 我多個 API 我可以變成一隻了 我多個 API 我可以變成一隻 然後第三點就是我們說的 沒有版本控制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名詞 就是我在真正實際下去做之前 我自己實際下去做之前 我看到了我路上分享 然後呢 各個前端 很多人都在分享說 I have cure 我是一個神器 他是一個神器 然後呢 說他很厲害 我自己訂什麼欄位都可以 那 我想說 哇 這麼厲害的東西 那我們直接套用就好啦 沒有什麼 effort 結果我後來實際進去進去看 完全就是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呢 你的後端絕對是你有你的事情 那 基本上沒有所謂的全面取代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一個技術出來 你真的有辦法去全面取代它嗎 大家可以去試著去思考一下 那 開發速度這件事情 我相信絕對是有 但是這個是針對前端 這是針對前端 前端的開發速度是上升的 後端不見得 我們等一下實作demo的時候 可以看一下 你們可能就會說 嗯好 那我們就不用了 對 有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呢 你的API的效能 這些的效能 哦 你原本在寫EF的時候 你原本EF 又要用data 你就有這個效能的問題了 你覺得用graph cure就真的沒有嗎 因為我之前的時候 我還沒有真的進去看的時候 是自己暈省 這些是真的我自己有想過的 我自己想過 哇 超捨的 是不是真的覺得說 欸 我的API真的很像 那我是不是想用就用 對 那這邊的話是我自己的反思 就是說呢 其實graph cure 你自己還是後端來實作 所以說呢 後端你跑不掉 你後端跑不掉 那效能的問題呢 就是 你其實就是沒寫好 你也不用講說是套件的問題 或是框架的問題 不用講 對 就是自己沒寫好 那結構的部分的話呢 大家可以去意思 那結構的部分呢 必須是用討論出來的 像剛剛那一個 我們github的範例 你這麼多層 其實對前端來講 也是一個很辛苦 那我們真的需要 這麼多層才拿到 我真正要的資料嗎 我可不可以把它平平化 這個部分是必須要前後端 你們一起去討論的 這不是單方面的去定義出來的部分 這不是單方面定義出來的 好 那接著我來做一點demo 好 這邊我用的是 BS for mac 這邊是用的是 BS for mac 然後呢 我的專案呢 自己弄一個slide 對 我現在這邊的 我等一下demo的呢 我已經放上去 我的github上面了 大家可以上去看 那如果說現在沒有掃到的 沒關係 我會以後還是會把slide放出來 然後我們這一個專案呢 我們這一個專案呢 是包含前端、後端 後端是用打內扣 前端呢 是用angle 用angle來套 那我們等一下呢 建置的步驟分為三個 第一個是type 我們的1fql TL有一個type 那等一下可以講一下 它到底是什麼 它的目的是type 那還有curry schema 我會分這三個東西來做定義 我們會分這三個東西來做定義 我們會分這三個東西來做定義 那我這個專案呢 已經弄好了 就是說呢 我這邊套的是用 GraphQL 3.0 我這邊是用preview版本 我這邊是用preview版本 大家可以看得到這邊 這邊是3.0 這邊是preview版本 然後呢 還有用一個 GraphQL Server 這一個preview 那這個也是 也是一個APA版的 這一個也是APA版的 那其實我跟各位說一下 為什麼我會用這一個review版本 因為呢 再舊一點 在現有2點多的版本 其實做起來更累 做起來真的更累 對 我試著做過 然後呢 我發現說 天啊 我要花的工好多喔 那用到3.0 然後呢 它有一些東西已經簡化了 它有一些東西已經簡化了 然後呢 也稍微幫我們做比較好的包裝 你不用再做那麼樣多的事情 你不用再做那麼樣多的事情 那這個專案我用的是 我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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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一下我的model 我的model裡面有兩個table 我現在有兩個table 一個是user 第一個是user 裡面有id和name 裡面有id和name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是host host裡面有id title contest 然後呢 host id 那 裡面呢 還有包含一個host的物件 裡面有host的物件 這個當然就是去串連user這個表 去串連user這個表 然後這邊呢 我就已經有一些reportory 已經做好了 那這邊呢 就有get 把id 然後呢 get post 這個呢 等一下都會用到 這個等一下都會用到 這個等一下都會用到 user的話一樣 取單個的 然後還有取桌子的 然後取整張表的 好 那我首先呢 第一部分齁 我會先建立一個資料夾 我這邊是故意做區分的齁 我這邊資料夾的名字是故意做區分的齁 Graphcure的model呢 它會要變成是 你每一個 要給前端所使用到的物件 你都要定一個 眉品表出去 你都要定一個眉品表 所以呢 也就是說 我今天post 和user 我都要各定一個物件給他 所以說 我今天如果有很多 很多的table的話呢 我這個model Graphcure的model也會更難多 所以說呢 我故意在這邊 做拆分 然後呢 我記得要在這邊呢 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我要建 host的type 這邊是我已經先建好了 那另外一個 是再建一個 host的type user的type 我這邊的話呢 就是要把我的post 和user 都要把它 宣告出來 給Graphcure使用 我都要宣告出來 給Graphcure使用 然後呢 稍微做個B一下 好 好 是不是太多了 不然可以 好 那我們這邊呢 要先繼承 object graph pipe 這一個 然後呢 接著在 那個 建構子這邊 在建構子這邊呢 做 宣告說 我今天要用的fielder fielder fielder就是我要給外面的欄位 是 這個 這個中間 這些台位 fielder 層次產生器 層次產生器喔 嗯 sneaky 我不太確定 我不太確定有沒有 對啊 我自己是直接這樣打 對 因為它也沒有其實沒有很多啦 只是說 這邊有一個比較討厭的地方 因為等一下大家可以看我打就知道了 就是 你會打 你會覺得說你在做重複的事情 就是 User ID 我先打完這邊 你會看到我這邊呢 ID和Name 是我剛剛在 我的table這邊 已經有定過的 我table這邊已經有定義過了 但是呢 我在fielder這邊呢 我還要再重新定義一次 我要告訴他 我哪些欄位要我fielder使用 所以說 變成說 你今天如果說 欄位你有十幾二十個人 不好意思 這邊你要再重新定義一次 這邊要再重新定義一次 這邊要再重新定義一次 這邊是我 到目前為止 還是覺得很煩的地方 因為 我今天 我現在欄位只有兩個 我就要再打一 再重複打兩次 那我今天十幾二十個欄位 的時候怎麼辦 然後呢 這是我覺得比較麻煩的地方 對 就變成說你要去宣告他 讓外面的知道 讓GraphQL知道說 你今天有哪些推移 那這個discussion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呢 我們GraphQL 他本身其實有一個 Document可以看 可以前端的直接看 那他在看的時候 他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欄位的意義是什麼 他就可以知道這個欄位的意義是什麼 好 那這是user 那接著呢 我再來做post 好 好 我們有請進來 然後呢 接著我們要來訂閱我們的Fedda 大家還記得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的post post這邊我有四個 主要對DV來講就是我有四個欄位 但是呢 因為我們真正前端在使用的時候呢 不太會有機會直接只單拿這個ostID出來用 對不對 我們前端 對前端的人來講 他拿ostID沒辦法顯示 所以說呢 我們會改成傳 直接傳物件回去給他 我們會改成傳物件回去給他 所以呢 這邊 對等一下我定義的時候呢 我就會把它定義成 一樣只有四個欄位 可是最後一個欄位呢 會是 物件型別 user的型別 所以呢 我們這邊稍微調整一下 我們來做最麻煩的一個地方 就是呢 我們要丟一個user的type回去嘛 所以說呢 我們這邊要用的是 user type這一個部件回去 你一定要注意喔 這邊一定要丟 同樣是graphcure的東西回去 你不能直接丟你的model 本身原本的table的model回去 這邊要用的是graphcure的model 然後我這邊定的時候是 然後呢 接著我要做resolve 這個resolve的意思是什麼 你今天拿到了 拿到了這一個物件呢 你今天拿到了這一個 host type這一個物件 它裡面有包含了 我們剛剛這邊定義的這些欄位 但是呢 它其實並沒有maving到這一個物件的地方 所以說呢 我今天自己要去下一個maving給他 我今天要自己去下一個maving給他 告訴他說 他應該要怎麼去撈到那個資料 他要怎麼撈到那個資料 所以呢 我們這邊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要先做一件事情 是把我的user的reparter注入進來 這邊注入進來以後呢 我要用 我要用他的getuserid 那這邊呢 我們會用的是context的source source source代表的是你現在這一個 這一個post 你現在這一個post source代表的是這一個post 然後呢 再點 你就可以看到呢 我這邊點的時候就可以點得出來 一個host id 那我要拿的是這一個 再去做 query 好 到這邊呢 我的 這個model 就算是建立好了 到這邊我的model就建立好了 這一個post 和user 這兩個model 我們要這樣子建立 那這時候呢 其實還沒有真正 對外給到說 對 給人家是用到說 我到底要下什麼樣的指令 也就是 像我們剛看那個postman這邊 我第一層 我第一層這邊 我第一層這邊reparter 我還沒有寫出來 還沒有定義出來 我剛定的只是定說 我reparter裡面有name 那它裡面有issue 這樣子的東西 我只是把它的relative 先定出來了 我只是先定義這些東西 我還沒有真正定的是 定 query裡面的第一個 第一個節點 我們接下來要定的是 第一個節點 那第一個節點呢 我們都把它叫做 query 就是 Graph Bureau的query 那我們這邊 看一下 先搞一個 x出來 好 那這邊一樣 叫做 feelder 這邊一樣叫feelder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要poor什麼樣的資料回去 我們目前啦 我想像的是 我想要把poster和user 這兩個表 都直接封出去 都直接給cannite做查詢 我不會擋他 那我希望的是呢 條件有 第一個 是 可以讓他用id下去做查詢 或者是呢 他可以不查詢 直接全拿 他可以直接拿list 我的條件 目前的話 我希望有兩個 那所以說呢 我這邊要用的是 list query type query type 這邊 然後呢 用的是poster type 這邊要用的是poster type 這邊要用的是poster type 我第一個要用的是 把post 放出去 那這邊一樣 是定的是他的名字 第一個是定的是他的名字 那 第二個 這邊 有點小 那個提示有點小 可以看到他第二個提示 其實是 第二個提示其實是 第二個提示其實是有一個 的acument 那我們要定的是acument 因為我們剛剛說 我們要給人家用 給前端的 可以用id做查詢 所以呢 我們要把acument 放進來 我們要把acument放進來 這邊 這邊定義的就是說呢 第一個 我只定一個欄位 我只定一個欄位 那這個欄位呢 是integer 這個欄位是integer 然後呢 他本身是一個id 我前端就只要放一個id 的欄位 那他 我不會定義他是 壁鐵 我不會定義他是壁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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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定義完 這個acument以後呢 我要再定什麼 我要再定一個 叫做resolve 這個resolve 跟剛剛 我們看到的這邊的 post type裡面 看到的那個resolve 其實是差不多的 就是說呢 我今天資料進來了 我今天query進來了 我post的這個query進來了 我要怎麼去拿到我的資料 我要去跟我的db拿資料 我要怎麼拿 那這邊的話呢 一樣 我就是要用 我的 那個 host repiver 那這邊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條件 一樣會有一個條件 它是一個 它會是一個 它會是一個acument 好 這邊會是一個acument 好 這邊會是一個acument 我們會get一個acument 然後它是int 那 int 那 那這邊的話呢 我是拿我剛定義的這個idea 這個欄位 那我會做什麼事情 我會做什麼事情 我就是判斷說 如果今天沒有ID進來 或者是ID是領的時候 我就直接to 全部的post 回去 那另外呢 如果說它有的話 我就直接用它的條件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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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你要把東西全部先定住 你跟cline 討論完了 我們剛剛討論完了 我們討論完了 我們討論完了post 然後呢 我要有一個條件 ID 那我今天如果要再更多條件怎麼辦 我今天要更多條件 我就在這邊再繼續加 我在這邊繼續加 我在Igumen這邊繼續加 那我的判斷式這邊的判斷式就會更長 我的resolve這邊的判斷式會更長 那當然這邊 大家應該會是po 直接呼叫整理一關 你們應該不會直接呼叫reparter 自己說 理論上 因為我這邊demo比較方便 所以我直接呼叫reparter 然後我要再多多說一場 有一點麻煩 對 所以說呢 你們就會這樣去做 那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 這樣子 好像沒有比較簡單對不對 對各位後患來講 應該沒有比較簡單吧 而且困難度反而上升 你想說 我訂完 我API已經寫完了 對不對 對 可是呢 你如果說真的有那個應用情境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東西還是有它的好處 還是 要稍微強調一下 應用情境還是很重要 當你今天走一個Web 你今天一個Band 只有對一個Web 你用這個幹嘛 我API就打了 我做完了 我幹嘛用這個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說你有開發OpenAPI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你有用OpenAPI的話 你這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我這邊再把它做 把另外一個 別的做出來 我們剛剛講 有一個 POST 我還有另外一個是User User的做法其實差不多 好 User的做法其實差不多 我們這邊要調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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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我的query之一層 就做完了 我的query之一層就做完了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 GraphQL的第一層進來 我有兩個 我有兩種固件可以給 我現在做query 第一個是POST 第二個是User 我就有兩個 我就有兩個 好 那第三個 我們要定的是schema 那schema其實相對單純很多 schema相對單純很多 因為呢 目前呢 我們只有兩個東西 兩種類型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query 第二個就是寫入的部分 那我這邊沒有特別去介紹寫入的部分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那個官方的文件 那schema部分 我們就直接貼上 為什麼我會說 這邊很簡單 因為光3點 這件事情 就差很多 你如果用過2點差的 這邊schema會真的定義 會不會再多個兩三檔 就這樣子 同樣這樣的一件事情 同樣這樣的query這件事情 2點多的再多個兩三檔 而且其實蠻不好評的 很明確 你在看 就算看著文件再去寫 你也很明確 那3.0的話 它的 它這一塊還做得還不錯 好 這邊的東西都定義完了以後呢 我們接著要在start這邊 我們要把它宣告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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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移入到schema 全部都定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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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3.0呢 有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review版本的地方 有一個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架的質疑 其實跟Gryl 本身沒有太大的關係 這是review版本身的一些限制 它就是必須要 它的IO 會是用那個 非同步的IO 那我們這邊呢 會 高球把它變成是同步的IO 我們這邊會稍微做改一下 因為呢 你如果說沒有這一行的話 你直接跑起來 應該是會掛掉的 我們這一行直接跑起來 應該會直接掛掉 那我們下面 app 加上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的後端到目前為止 就算建置完成了 好 我們的後端的部分呢 到目前為止 就算建置完成了 那我們來跑一下 好 好 請 Postman簡單的測試一下 我們請問Postman簡單的測試一下 謝謝 我們請問Postma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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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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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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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